第十五章 德麥特流王的兒子安提約古 從海島上至書級猶太人的首領 和一切猶太人民。 內容如下,安提約古 王竹大師祭兼首領 適猶及猶太人民安好。 翌日有些歷徒統治了我們的祖國,我決意將王國奪回,恢復原狀,為此我招募許多軍隊,準備許多戰船。 決意要登陸,向哪些破壞了我國領土,使國內許多成一變成廢墟的人復仇。 所以,凡先王過去對你所豁免的一切賦稅,對你所豁免的任何其他貢品,現在我都加以追認。 我還允許你,為你本國駐造自己的貨幣。 耶路撒冷及聖所視自由區,凡你所製造的武器,所建築的及你現在佔據的堡壘,仍屬於你。 凡你所欠王的債,以及你將來應給王繳納的,至今以後,永遠豁免。 凡時我們光復了王國,我還要聖大地光榮你,你的民族和聖殿,使你們光榮彰顯於天下。 174年,安提約古進軍祖國,一切軍隊都來歸順他,以致跟從特黎峰的人很少。 安提約古王追擊他,他只得逃往臨海的多辣去了。 因為他見禍還臨頭,軍隊又背離了他。 安提約古便面對多辣扎營,跟從他的有步兵十二萬,騎兵八千。 他將這城包圍,海中的戰船也在迫進,海陸一起夾攻,不准任何人出入。 那時,奴麥尼和他的同伴,從羅馬回來,帶著至眾軍王各邦國的書信,信上這樣寫道。 羅馬執政路基由祝父托勒米和安好。 悉曼大師祭和猶太人民,派遣猶太使者,與我們的朋友與盟邦一樣,來到我們這裏,從定以前的友好同盟。 他們還帶來一載一千米奶的金盾。 所以我們樂意寫信通告各位軍王,各邦國,不可對猶太人逃謀不軌,不可攻打他們,他們的成一和國家,也不可與他們的敵人締結同盟。 我們樂意接受他們的金盾。 所以,若有歹逃,從他們國內逃到你們那裡,你們應將他們交於釋孟大師祭,使他按自己的法律情治。 執政者也將這事,社給德麥特流王,馬塔路,馬尼雅拉特和阿爾薩格。 也社給各國,即散婦薩麥,斯巴達人,德羅,明多,色基雍,加麗雅,薩摩,龐菲里亞,里基雅,哈里加納索,洛多,法式里,科斯,色德,馬拉多,哥爾提納,克尼多,塞浦路斯,基勒奶等。 他們還將這信給釋孟大師祭抄寫尿一份。 同時,安提約古在多勒附近扎營,不斷進軍攻城,並且製造軍械,包圍特尼豐,使他不能出入。 這時,色孟派征兵兩千來作戰,同時還贈送金銀和大批武器。 無如安提約古不肯接受,反而廢除了以前與色孟立定的一切盟約,代他如陌生人。 安提約古皇派遣他的一個朋友阿特諾比,去見他與他相討論, 你們佔據了我皇國的成一約陪,格則以和在耶路撒冷的堡壘。 由論哪些區域,在國內製造鳥嚴重的災禍,還在我皇國內佔領鳥許多地方。 所以,現在你們應歸還你們所奪去的成一,並將你們在猶太境外由佔領地區所收的稅交出。 若不然,就是得付五百塔冷通銀紙作代價,再為因你們的破壞而遭的損失,及你們由成中所收的稅,令繳五百。 再不然,我們就要來攻打你們。 王的朋友阿特諾比,來到耶路撒冷,一見釋孟的尊嚴,金杯銀雀,以及許多侍從,恨是驚奇,便向釋孟報告鳥國王的話。 昔孟回答她說,我們從來沒有侵佔過外人的土地,也沒有搶掠過別人的財物,那都是我們祖先的產業,不過被敵人無理地強佔了一些時候。 我們只趁機奪回我們的祖業而以。至於你所要求的約陪和格則以,雖然二成嚴重地危害鳥人民和我國,但我們仍將付出一百塔冷通代價。 使者一句話也沒有回答她,氣憤地回到國王那裡,將這聲話,和釋孟的尊嚴,以及她所見的一切,向她報告鳥,王即撥然大怒。 以後,特黎峰上船,逃到奧托色瓦去鳥,王辯偉派姦德巴為海賓地帶的總司令,將步兵和騎兵都交給她,命令她面對猶太責刑,又命她收足黑德龍,鞏固門戶,攻打猶太人民,然後,王親自追趕特黎峰去鳥。 姦德巴來到了雅木尼雅,開始騷擾百姓,侵入猶太,暴殺人民。 她按照王吩咐她的收足鳥克德龍,將騎兵與步兵團駐在那裡,以便秦來猶太的通道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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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